嗨!各位朋友 如果你現在自律神經失調 恐慌症發作 這種突然不適的感覺整個貫穿全身 那請看這部影片 這部影片我實際引導 現在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好!第一點 我們先去感受一下 我們此刻的身體 當下的感覺 然後你對我形容 這個感覺是什麼樣的感覺 把它轉換成文字 你形容我 胸痛或怎麼樣子 形容出來 說出來 對著我說出來 那現在 現在你去細細的觀察 你告訴自己 現在你要記住 現在當下所有一切的感覺 一切你能感受到的感覺 牢牢的記住 因為它最終會離去 下次來的時候 你不記住它的話 你又害怕了 所以現在 牢牢記住 現在 當下 我們的感覺 好! 不要緊繃起來 你就是 觀察它 去感受它 去正面的接受它 因為如果我們不正面接受它的話 我們永遠 記不起來 不舒服 是什麼樣的感覺 就是看著那個症狀 好! 那 身體在看的症狀的過程 它就會 漸漸的 無形之中會記住 我們不需要用我們的大腦 強迫自己去記住 慢慢 就是看著眼前的這個 症狀 好! 接下來 第二步 我們用 克雷爾威克醫師所講的 漂浮法 漂浮法 現在 Peter來大家實際的演練 也許我們現在 症狀還是 非常的 劇烈 不受控 暴衝 或者是 很多不適 但是 沒有關係 我們 想像一下 我們在 暴風雨當中的大海上面 暴風雨在 非常 這個 混亂的流動者 我們身體如果 把它緊起來的話 我們反而會往下沉 那我們接受 這個暴風雨 我們的能量 流通過我們的全身 流通過我們的全身 去感受 去細細的感受 品嘗這些能量 想像自己 飄在海上的這個感覺 飄著飄著 放鬆 讓自己的身體浮起來 輕輕的浮起來 輕輕的浮起來 此刻不需要想什麼 也不需要做什麼 就讓它飄在那裡 輕輕的飄在那裡 讓你的身體做 它想要做的事情 讓這個能量 流通過我們的身體 去感受 去享受 去品嘗 這個強烈的能量 在暴風雨中休息 告訴自己 漂浮著漂浮著 我們扮演一個 完全不能動 完全不思考的一個個體 就在這個宇宙跟大海當中 隨風飄流著 飄著飄著 讓這些能量 通過你的身體 通過你的身體 流通過我們的身體 享受它 包容它 慢慢的 輕輕的 在這個暴風雨當中休息 在這個暴風雨當中 對著它微笑 因為你知道這些能量 正在幫助我們 身體的機能 它是一個恢復的過程 所以 享受它 愛它 回到一個純粹的頻率震動 無感的缺席 大腦的缺席 忘卻我們身心的存在 才是唯一 回到舒服 正常平衡的一個 道路 任何時刻我們都沒有任何的選擇 只有 休息 沉浮放下 讓這些能量 不斷的 流通過我們 不通過我們